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闹钟一片恐怕 过两秒才意识到自己摔倒了 现在身体都非常的痛 同读拉斯第一时间 看到玛格里特的表情表示 他一开始表情茫然 我以为是脑震荡的表情 觉得应该是爬不起来了 敬业的玛格里特 检查身体无误后 又重新录影 等到时候看画面回放 视野记犹存 看了影片才知道自己摔得那么夸张 这是人生第一次在正式演出中摔倒 现在身上都非常痛 还好是先摔到屁股 骨盆 脊椎都没有问题 仅仅只有手擦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也小说等到隔天起床 应该会演蠢酸痛 这一摔也让张飞相当心疼 直说 他每次来上我节目都太认真 现在才知 到国标也有相当大的危险性 很平常的动作 也可能伤筋断骨 更是大赞玛格里特的敬意态度 张飞也心疼的语诺 很感谢玛格里特 每次都专条高难度的演出 之后再看个摩报答他 他提出任何要求 我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 玛格里特 左跳国标重衰 张飞又心疼表示 未来要找机会报答 华士提供玛格里特 跳国标重衰在地 恨坏众人 华士提供玛格里特 跳国标重衰 手手受伤 华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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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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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